他表明 耶和华呀 我爱你 我爱你 而且他表达的爱是真的 你知道吗 我们很多很多基督徒也讲 耶 上帝我爱你 那是什么 那是舌头跟嘴巴在爱 那是演戏的 那上帝知道 你是在演戏 还是真心实意的 所以求此帮助我们 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 就在同一天当中 就在战场被杀了 所以扫罗的一生就非常非常的遗憾 好的开始应该是成功的一半 他有好的开始 可是他却没有珍惜 反而在恩典当中 堕落在堕落 每况愈下 一落千丈 一败涂地 与神越行越远 越来越成为罪恶的奴隶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大卫却赢得了人生 为什么呢 因为大卫爱神 大卫爱人 大卫有两次可以杀死守罗王 可是他看重生命 听懂吗 他不轻而举 随便杀人 所以大卫是爱神的 大卫是爱人的 大卫也是爱自己的 因为他不容许罪恶作王 所以大卫王是赢得人生的人 大卫王成为合神心意的人 那请问你 要如何做选择呢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做合神心意的 能够做有智慧和聪明的选择 来赢得人生 大家说如何赢得人生 来 六个字 哪六个字 爱神 爱人 爱己 爱己 主啊我们 恳求你 让我们继续透过撒摩尔记上和记下 来思想我们人生从哪里来和往哪里去 来去之间我们的使命 责任 天职到底是什么 主啊 求你向我们鲜明 好 叫我们不被世界潮流给淹没 我们能够成为中流理著 并且力争上游 发挥你在我们生命当中 要发挥的影响力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一生的目标就是要传福音 救灵魂 一生的目标就是要尽心尽心 尽力尽意 来爱神 并且爱人如己 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 阿们